哪一道最熱 套中島 嗨,我是猛猛 歡迎來到童話套中島 一起從童話故事裡發掘 生活中的各種小知識吧 我們都在套中島更新哦 上次聽完故事之後 我覺得我們對如何保護自己 應該要有更深入的了解耶 嗯,老師之前有教啊 如果碰到像皮諾丘一樣 有壞人準備把我們帶走 我們就要叫、跑、說 沒錯,意思就是先大聲叫 如果身上有哨子就用力的吹 書包上有掛警報器的話 趕快把警報器拉開 然後用力的跑離開這個陌生人 如果在路上就趕快跑去 離自己比較近的便利商店 或者是警察局 然後跟認識的大人或者警察叔叔 還有老師說明事情的經過 平常走路的時候也要盡量地走齊樓 不要走沒什麼人的巷子 如果可以的話呢 就跟朋友走在一起 要是真的發生什麼事的話 一定要跟人說 身邊的人都會盡量幫忙你們哦 哦,好 啊,對了,我前陣子看到新聞報道 有一個女生上網交朋友 結果被男網友約出去就不見了 嗯,我也有看到 那個女生的媽媽覺得女兒那段時間 都有奇怪的網友寄東西給她 感覺怪怪的 然後女兒出去就沒有回來了耶 她就趕快去報警 過了幾天,還好警察找到她了 真的好險哦 嗯,真的 那位女生還好只是被拘禁 沒有受到什麼傷害 所以Momo、小逸 嗯 你們上網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網路上因為看不到真人 只看到不知道是不是對方的照片 而且啊 別人可能會投你所好地說一些 你喜歡聽的話 然後你就相信他們跟他們出去約見面 實在是很危險的一件事耶 在網路上啊,交朋友聊天就好 任何叫你們買東西啦 賄錢啦 或者是出去見面的啦 真的都不要理他們 自己要有判斷能力 不要一窩蜂就聽別人的 跟別人走 好 我們上次說到皮諾丘 因為對藍老仙女說了三個謊 藍老仙女為了改掉她這個壞習慣 所以讓皮諾丘的鼻子變得超長 皮諾丘被嚇得一直爆哭 後來藍老仙女覺得皮諾丘得到教訓之後 就讓一千隻竹木鳥幫皮諾丘把鼻子恢復原狀 仙女,謝謝你 不客氣 你想不想留下來和我一起生活呀 想啊 可是我爸爸怎麼辦 我早就想到了 所以已經找人去接你的父親咯 嗯,他大概傍晚就會到了 啊,真的嗎? 嗯 那,好仙女 如果你同意的話 我想自己去接他 我等不及要見到我親愛的爸爸了 呵呵呵 當然好啦 去吧 不過可別迷路了啊 你只要沿著林間小路走 就會遇見他啦 皮諾丘馬上出發 你們猜 皮諾丘有沒有很快的見到他的爸爸啊 我希望他們能見面 因為皮諾丘本來應該放學後就要回家了 結果他們兩父子竟然分開了那麼久耶 嗯,我覺得沒有耶 要真是這樣的話 皮諾丘就不是皮諾丘了 呵呵,某某猜對了 皮諾丘這夜離開啊 所有倒霉的事都讓他碰上了 首先,他又碰到裹了腿的狐狸 和看不見的貓 他們這次直接把他剩下的四枚金幣騙走了 皮諾丘想要去找人告狀 卻遇到了一個恐龍法官 害他莫名其妙地坐了四個月的牢 出獄之後 皮諾丘想要盡快地回到小木屋 就一直跑一直跑 完全不敢停下來 他跑著跑著經過葡萄園 覺得肚子實在餓得受不了了 正當他想摘葡萄吃的時候 卻被葡萄園的主人逮個正著 哎呀,你這小偷 是不是還偷我的雞 沒有沒有,我只是感度很累很餓 想摘幾顆葡萄吃而已 我沒有偷雞 你現在會偷葡萄 以後就會偷雞 為了懲罰你 你必須幫我抓住偷雞的小偷 我才放你走 這葡萄園主人也太嚴格了 皮諾丘只是肚子太餓想摘葡萄吃 又不是做什麼嚴重的壞事 哎,萌萌,葡萄是皮諾丘的嗎? 嗯,不是 那飢餓是可以隨便拿別人東西的借口嗎? 嗯,當然不可以 嗯,那就對了 有一句台灣的理語說 這是什麼意思啊? 意思就是小時候如果偷摘別人的護瓜 不知錯不悔改 長大以後就會變本加厲去偷別人的牛 也就是小錯不改就會犯大錯 等到那個時候就來不及了 哦,你說的對 皮諾丘的確是不該拿不屬於他的東西 冒冒,你懂了吼 嗯 呵呵呵呵 於是,為了幫葡萄園主人抓小偷 皮諾丘又耽誤了很多時間 等皮諾丘終於能夠盡全力地趕回去時 卻發現藍老仙女和傑佩托 全都不在樹林的小木屋裡 他打聽到傑佩托爸爸因為太過思念他 自己造了一艘小木船 準備跨海去尋找他 他趕到岸邊 看到傑佩托的船已經滑到離岸邊很遠的地方了 皮諾丘在岸邊大喊著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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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我回來了 但是 這天的天氣很不好 海浪好大 小船不斷地被大浪拋來拋去 傑佩托用盡力氣地與大海搏鬥沒有聽到皮諾丘的呼喊 皮諾丘看到爸爸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 於是他站到更高的石頭上 把手舉得高高的不斷地揮舞著帽子 嘴裡更大聲地喊著 爸爸 我親愛的爸爸 我是皮諾丘 我回來了 爸爸 終於 遠方海上的傑佩托看到了 他也摘下帽子用力揮舞 然後努力地滑著船 想要回到岸邊 但是風浪實在是太大了 他根本滑不動船槳 突然 一個大浪打來 小木船失去蹤影了 爸爸 我來 我來救你 接著 皮諾丘就跳進海裡 天哪 然後呢 腳趾姐姐 然後怎麼樣了 某某 別急 聽我說下去 因為小木偶是木頭做的 所以他在水裡可以很輕鬆地扶起來 皮諾丘在水裡 皮諾丘在水裡就像魚一樣伸手超級矯健 他越游越快 越游越快 終於 他游到剛才看到傑佩托的位置時 突然 他被一隻超級大的鯊魚一口吞了下去 皮諾丘發現自己被大鯊魚吞到肚子裡真是嚇傻了 他放声大哭 救命啊 救命啊 皮諾丘哭著哭著 发現在遠處有一個微弱的光線 在鯊魚黑漆漆的肚子裡 有一点微弱的光線 讓人感到好安心哦 於是他向著那個光線前行 他越往前走 光線就越明亮 走啊 走啊 直到最後看見了 看見什麼 看見什麼 他看見什麼了啦 嗯 餃子姐姐你怎麼在這裡停下來了 嘿嘿 掉下胃口嗎 哇哦 哎唷 哈哈哈 我馬上說下去啊 皮諾丘看到了一位身邊點著一隻小小的蜡烛 滿頭白髮的老人 他就是 傑佩托 皮諾丘看到傑佩托 开心地又想哭又想笑 他有超级多的话想要说 可是却呆呆地站在原地 说不出话来 终于他用尽力气 发出惊喜的叫声 张开双手 冲上前去抱住眼前的老人 爸爸 我亲爱的爸爸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这是真的吗 你真的是我的皮诺丘吗 是我是我 我亲爱的爸爸 对不起我离开这么久 因为我去上学之后 遇到了好多事 我之后再慢慢告诉你 我们先想办法 从大鲨鱼的肚子里出去 再说好吗 好啊 但是我们要怎么出去呢 我们溜出鲨鱼的嘴巴 跳进海里 说得简单 傻孩子 我不会游泳啊 没关系 我超级会游泳的 我一定可以把爸爸安全地带回岸上 好 我相信你 无论如何 我们父子只要在一起 就没什么好怕的 嗯 好 爸爸 跟着我走 嗯 皮诺丘拿起蜡烛 带着爸爸往前走 他们穿过了鲨鱼的胃 食道 发现这只鲨鱼虽然吃得多 但很多都是垃圾耶 难怪他一直很饿 看到什么东西都想吃 最后皮诺丘和杰佩托 来到鲨鱼的喉咙时 他们停下脚步 等待逃出去的机会 因为这只鲨鱼吃了太多 有的没的的 无法消化的东西 所以常常会打嗝 就在他又打嗝的时候 我们逃走的机会来了 快 爸爸 抓紧我 皮诺丘很笃定地往外一跳 跳进了海里 快速地向岸边游去 哇 皮诺丘变得好可靠哦 感觉瞬间长大了耶 真的 皮诺丘和杰佩托 回到陆地之后 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但是杰佩托 经过这一次的事件之后 身体大不如前了 所以皮诺丘认真地 负起照顾爸爸的责任 而且他开始用功读书 在读书之余 还学会了编织篮子 并且靠着卖篮子赚来的钱 让自己和杰佩托 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有一天 皮诺丘读书读到很晚 不小心睡着还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兰老仙女 亲了亲他 并且跟他说 太好了 皮诺丘 为了奖赏你的善良 勇敢跟学习 以及了解了诚实的重要性 就算你不是很听话 跟寻规蹈矩的超级乖孩子 不过没关系 因为人都不是实权实美的 只要你之后继续好好做人 我还是要实现 我许诺给杰佩托的 另外那半个愿望 这时皮诺丘突然醒了过来 睁开双眼 他终于不再是小木偶 而是一位真真实实的小男孩了 结束 好酷哦 皮诺丘 终于梦想成真了 虽然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而且皮诺丘也吃了很多的苦头 但是他也因此得到了很多成长 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小大人哦 对啊 皮诺丘这个故事到这里完全结束了 那我们下次要听什么故事呢 对呀对呀 好期待哦 小木偶其预计讲的是 成为人的过程跟条件 那我们下次来讲一个 找寻真心 投屋脑智慧 勇气 还有家的故事吧 哇 各位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请订阅我们 这样我们一有新故事 就能马上通知你们哦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